南向專家的公司 通報稱黃永恆違規收受禮品禮金 使用下級單位車輛 接受旅遊安排利用職權便利 在企業經營 司法活動等方便為他人牟離 並非法收受財物 黃永恆長期在遼寧省任職 曾任盤錦市司法局副局長 市勞動教養院黨委書記 院長 盤錦市委副秘書長 文化局黨委書記 局長 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 2008年12月起 任盤錦市中級法院副院長、代院長、院長 2009年7月起 調任營口市中級法院副院長、代院長、院長 營口市政協副主席等 2020年5月退休 另據《明慧網》報導 黃永恆任營口市中級法院院長8年間 營口市是迫害法輪功學員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英語教師李鳳美被迫害致死 童書萍的女兒復英復賢被冤判重刑 70多歲的童書萍為他們申冤 卻無理被駁回 童書萍含冤離世 黃永恆對此事負有責任